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就能续命,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累 到了中年,别说是熬夜 工作一天下来回到家 把自己扔进沙发里动都不想动了 再看脸上的皱纹 缓慢的基础代谢 总也赶不上吃进去的速度 小肚子松松垮垮的好不尴尬 想到这样的中年 就让很多女人感到望而生畏 难道这就是她们到了中年时候的样子吗 才中年就这样 那以后的样子更加不敢想象 然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如此 还有一些女人 她们不仅不会让自己活成 普通中年女人的样子 而且,就算是中年以后 也活得很自信,很精彩 每个女人都不想活成一副邋遢的样子 那些活得自信的女人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邋遢有邋遢的原因 自信也有自信的法门 因为,她们的一生 都坚持做了这几件事 才越活越自信 50岁的时候,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小事 后半生会越来越幸福 1.努力攒钱 女人无论活到多少岁 都要懂得努力攒钱 有的女人喜欢把安全感建立在男人身上 殊不知,男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也许她会对你说一些甜言蜜语 她会特别诚恳的 对你许诺她会养你一生一世 可是,感情是会变化的 当她某天突然不爱你了 她随时都有可能抛弃你 中年女人想要避免晚景凄凉 你首先要学会积极努力赚钱和攒钱 你只有让自己一世无忧 你在感情生活中才会获得有底气 人生大部分的烦恼皆源于贫穷 当你口袋里没有钱时 你会觉得特别恐慌不安 虽然说谈钱很庸俗 但一个人的赚钱能力 与这个人受欢迎的程度往往成正比 当你年过五十 你依然一贫如洗 那么你的生活可能就会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 女人 无论何时何地 请务必保持经济独立 你要有过硬的本领 要能够凭借真本事 吃饭赚钱 只有当你懂得提前做好努力 攒钱和挣钱的准备与打算 你在晚年才不会颠沛流离 当你的口袋里有足够多的养老钱 你的晚年生活 依然会过得风生水起 二 积极向上的心态 人们常说 心态比能力更重要 同样的一件事 抱着好的心态去做 成功的几率也许就大一些 而抱着消极的心态去做 或许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 可见好的心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尽管社会上都在提倡男女平等 男人和女人同样都是要上班赚钱养家 可传统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然存在 短时间内是很难彻底的转变 人们依然认为家庭琐事是女人分内的工作 如果家里乱糟糟的没有收拾 大家都会责怪女人不够贤惠 而不会对男人有任何指责 因为几乎没有人认为男人会对此有责任 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很多女人认为这并不公平 于是她们总是会为了这些琐事抱怨 甚至和丈夫以及家里人争吵 满满的负能量 以至于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压抑 同样的事情 那些心态积极向上的女人 她们知道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她们会选择将抱怨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解决问题上 反正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何不乐观一些呢 而且不仅自己积极乐观 还会将这种好的心态带给家里人 一家人其乐融融 遇到事情 抱怨永远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只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才可以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也只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才能让一个女人越活越自信 三 保持自我 很多女人到了中年 似乎对自己的名字感到陌生了 平日里大家都会称呼她某某某的妻子 或者某某某的妈妈 就连参加别人的婚礼随份子 都要写丈夫的名字 她们好像失去了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利 她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花费在了家庭丈夫以及孩子的身上 她们心甘情愿地为她们付出 却没有想过要得到感激 也没有想过要得到回报 她们只是想着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孩子尊重 然而她们不仅没有得到理解和尊重 甚至越活越没有存在感 不仅丈夫嫌弃她人老猪黄 就连孩子也觉得妈妈给自己丢人 到头来她牺牲了所有换来的只有不满和嫌弃 这些女人有没有想过 不管在任何时候 不管任何原因都不应该放弃自我 一个没有自我的女人 就算付出再多也只能成为婚姻的付出品 丈夫不理解孩子不尊重 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不自信 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生活也变得很糟糕 四 坚持锻炼 不得不承认 人一旦上了年纪 身体就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当你正年轻的时候 无论你怎么熬夜 你第二天依旧是神清气爽 连哈欠都是很少打 但是当你年纪越来越大 快要满五十岁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年女人一定要坚持健身 要积极地锻炼身体 如果你想要健康长寿 你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会被各种疾病包裹和缠身 那么一定要趁着年轻 保养自己的身体 而保养身体最好的方式 就是坚持锻炼 比如你可以坚持跑步 可以坚持散步 或是坚持做一些真正适合你的运动方式 只有当你懂得持之以恒的健身 你才能拥有真正健康的体魄 当你拥有了健康的体魄 你才能够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电影《医院清单》里说到 人活着就是为了在某天死去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没有人不希望这一天能来得迟一点 因为有我们很多牵挂的人 有很多未完成的事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牵挂的人太多 需要依靠我们的人也太多 你若倒下 谁来替你承担 你若不健康 谁来替你买单 人生不是百米短跑 而是一场超级马拉松 拼的不是谁更快 而是谁能够走到最后 有人透支身体拼命赚钱 晚年把钱都花在医院里 有人注重身体保持健康 晚年还能到处旅行走走看看 有人卧床多年 看尽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苍凉 有人晚年硬朗 享受天伦之乐 等到那个时候 再回首当初 曾经那些你看得比生命 比健康还重要的东西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有时间 好好陪陪孩子 多陪陪父母 不用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很温暖 人生上半场 支撑你拼搏奋斗 赚钱养家的是你健康的身体 人生下半场 支撑你不拖累儿女 享受晚年生活的 还是你健康的身体 所以 请别透支健康 别忽略病痛 为了家人改掉坏习惯 定期体检 坚持运动 中年人生活压力更大 担负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所以更应该好好珍惜生命 人到中年 我们可以不选择金钱 不选择权势 但我们一定要选择健康 保重自己的身体 利用自己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 去塑造一个健康的身体 去陪伴爱自己的家人 所以 请不要再忽略健康了 请不要忘记 你的身体关系到的 不只是你一个人 而是你的整个家庭 所以 中年女人 要把健身 纳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你要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的体魄 只有这样 才不会晚景凄凉 大半辈子的时光已经过去 你能做到的就是过好后半生 让自己这辈子不留遗憾 不要一辈子为了家庭生活操劳 后半辈子 你应该为自己而活 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 即使你也能创造让别人羡慕的生活 对自己好一点 才能让你的余生更加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